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持宝三宝 持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弃杖 今舍此且勇,舍俭且广,舍厚且先,此矣 夫子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就之,以此为之 天下人都说,道太广大了 大道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 也正因为它的大,所以才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 如果它像一种具体的事物的话 那么它就趋于细小而不是道了 我有三种宝贝,是应当永远持有珍重的 第一是慈爱,第二是简朴 第三就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有了慈爱,所以能勇武 有了简朴,所以能宽广 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 现在,丢弃了慈爱而追求勇武 丢弃了简朴而追求宽广 舍弃退让而追求争先 结果是走向死亡 慈爱用来征战就能够胜利 用来守卫就会坚固 天将救助谁,就会用慈爱来保护他 这一章讲的是道的原则 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具体运用 老子说,道的原则有三条 一是慈,即爱心加上同情感 二是解,解寒藏培絮 不奢侈,不思维 三是不敢为天下先 是谦让不争的思想 有道的人运用这三条原则 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否则便会自取灭亡 三宝与老子无为的思想 是一脉相承的 它是无为思想的具体表现 从前,有一个人在山中迷路了 一有两天两夜没有喝到水 一天天要黑了 远远地看见有一户人家亮着灯 就急忙地向灯光跑去 终于跑到了 上气不接下气地跟主人说 给我一口水吧 我要渴死了 女主人于是给他咬了一条水 并且在水里放了一点麻草 这个人边喝边吹飘在水上的草 同时心里嘀咕 我这么渴 怎么给水喝还放了草 喝完后 与主人说了一会儿话 女主人得知她会看风水 就请求她在山里 给找一风水宝地在此生活 这人心想 给水喝还放草 把水弄脏 就随便地选了一个地方 告诉女主人说 这里挺好 就在这里吧 女主人很感激 说了声谢谢 于是女主人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有一天 这人又经过了那个地方 看见这家人生活得很是兴旺 一大家人充满欢笑 其乐融融 心中好奇 这样一个磁场一般的地方 他们怎么过得这么好 心中不解 这样的磁场 只有是有德行的人家 才能过好 他们心好 为什么会在给我的水里放草呢 于是就走进屋里 女主人见到她很高兴 并且很感谢 为她选的这个风水宝地 这人更加不解 于是就问道 以前我向你淘水喝 你为什么往水里放草 女主人笑了笑说 我看你来到我家时 上气不接下气 怕你喝极了 那样会喝榨肺的 所以往水里放点草 好使你慢慢喝 这人听后恍然大悟 风水在人心啊 人心善是可以改变风水的 人心不善 即使是生活在好的风水地 也会因为心术不正 而使风水转变 为自己招来灾祸 好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 欢迎订阅